用程第35期 特殊学校企资源中心 群育学校先度计划 特殊教育支援第一组 特殊学校企资源中心 群育学校先度计划 推行年份由2012-13学年至2014-15学年 目标是加强群育学校对重返普通学校第一年的离校生 和他就读的普通学校的支援 协助离校生顺利并持续融入学校的生活 形式 我们邀请7间群育学校成为特殊学校企资源中心 事行新的支援模式 对象主要是群育学校小六和中三的离校生 还有就是相关的普通学校 群育学校简介 群育学校设立的目的 是为有中导致严重情绪及行为问题的学生 提供加强辅导 帮助他们克服在成长阶段中 短暂出现的适应困难 以及提升他们的学习动机和生活技能 使他们可以尽早返回普通学校就读 现时共有7间资助群育学校 包括5间男校分别是 香港扶幼会许重城纪念学校 香港扶幼会质人中心学校 香港扶幼会成德中心学校 东湾莫罗瑞华学校 和香港青少年培育会陈南昌纪念学校 和两所的旅校 分别是明爱陪立学校 马里湾学校 其中6间同时提供由社会福利处资助的院舍服务 群育学校简介 转介及学位安排服务 转介者 由社会工作人员 学生辅导人员 教育心理学家 临床心理学家 和精神科医生作出转介 在家长的同意之下 转介者可以经由校长 或者所属机构的主管家签 将有中度或严重情绪及行为问题的学生 转介到中央统筹转介系统 作出审核及安排接受合适的服务 中央统筹转介系统 如果学生只需要学位的转介 就会交由教育局的教育心理学家 教育辅导员 负责转介及安排工作的读学 组成的评审委员会作评审 唐一学生同时需要住宿照顾服务 社署的感化服务组高级社会工作主任 就会加入评审 群育学校 有情绪及行为问题的学生 入读群育学校熟过度的性质 在群育学校 院舍接受辅导后情况有所改善的学生 会获安排尽快返回普通学校就读 另外 为适合学生不同的需要 加强教学和辅导的效果 群育学校或院舍 现在提供以下类别的支援服务 包括 A. 日间学位 B. 院舍服务 C. 院舍课如照顾服务 D. 短期适应课程 特殊学校企资源中心 群育学校先度计划简介 如果学生的行为问题 有很明显的改善 小六和中三的群育学校学生 分别可以透过教育局的 中学学位分配办法 和中四学位安排机制 派回普通中学的中一 或者中四的班级继续学习 中三的离校生 也可以在主流教育以外 报读一些职业训练局 和建造业议会所举办的 全日制课程 至于其他级别的学生 学校的社工会按照 家长和学生居住的区域 和他们的意愿 协助他们向合适的 普通学校申请入学 如果有需要的话 教育局的区域教育服务署 也会提供协助 在转往普通学校后 群育学校的离校生 经常遇到的问题 包括 学生重返普通学校后 遁失所依 另外都未必可以 跟得上课程的进度 还有 家长未必懂得 如何去支援离校生 离校生重返普通学校的第一列 群育学校会对离校生 和相关的普通学校提供支援 以协助离校生顺利 和持续融入普通学校的生活 接着下来 是收看 成德中心学校 苏绍伟同学的访问片段 苏绍伟同学入读群育学校前 经常缺课 后来得到群育学校的老师 和社工的帮助和鼓励 情况有很明显的改善 最后成功入了普通学校就读 并且接受群育学校的支援 我在入成德之前 就常都不上学 只是挂船玩 然后因为某种事 社工的介绍就去了成校 而在里面就改善了上学习惯 也很感谢成校的导师和社工 一直都有跟我联系 了解我在主力学校的生活 有没有困难需要帮 进来之前 也很感谢有曾经帮我补习过的老师 他帮我谈接主力学校的课程 叫我做了一些预备功夫 就进入主力学校 特殊学校企资源中心 群育学校先度计划简介 支援服务范畴 为尼校生 普通学校及家长的支援服务包括 提供意见和协助 主动了解尼校生的近况 并请排救生聚会 也会有提供选效的意见 另外就是协助学生了解普通学校的情况 和提供功课辅导 为尼校生提供的支援包括 跟进学生适应普通学校的学习 社交环境的情况 就学生的情绪行为问题 和学习进度提供辅导 在学生离校前提供选效的意见 在转往普通学校前的暑假 提供功课辅导 也会主动联络来校生 以及了解他们来校后的情况 并且按需要提供意见和协助 还有就是安排救生的聚会 以及积极联系家长 和回应家长有关的查询 为普通学校提供的支援包括 协助学生适应普通学校的学习 社交环境 协助学生追上学习进度 建议处理学生情绪行为问题的策略和技巧 并且在学生家长的同意下 将学生的资料传递给就读的普通学校 提供专业咨询服务 并且为普通学校的教职员 举办有关情绪行为辅导的工作方 和分享会 还有为个别仍有特别辅导需要的 离校生提供导校的支援服务 群育学校先度计划展映 离校前的预备 认识普通中学 大学生参观普通中学 了解普通中学对学生的学习 生活和粗行的要求等等 另外与普通学校联络 安排试课活动 让应界的离校生能够了解普通学校的 课程和要求 为他们返回普通学校做好准备 为升读普通中学的小六学生提供面试训 为学生进行模拟声中面试训 和选校的辅导 协助他们在自行修生的阶段 报考心仪的中学 让他们可以顺利完成面试和选校 自我评估认识自己 当中也会给学生不同的测验 例如九型人格测验 职业性向测验等 让他们认识自己 进行角色扮演 教导离校生与家人相处的技巧 另外 教导他们学习写信给家人 向家人表达自己的心意 举办离校生家长座谈会 高中课程简介 提供一个平台 给家长和学生 就学生的前途作讨论 同时也有老师和社工 即时解答 和提供情绪的支援 离校生网络 邀请离校生参与离校生分享会 救生重聚日 以及义工服务等 发展助人自助的精神 并且回归母校 与老师保持密切的联系 并且分享生活的点滴 功课辅导班 定期联络离校生 了解他们的近况 和提供支援 同学们最爱的离校生生活分享会 救生的分享 能够为离校生在计划自己 将来路向的时候提供实例的参考 家长参与包括 离校生在适应普通学校环境的过程中 将会面对很多的挑战 家长的配合和支持是十分重要的 同时 家长都需要同路人的支援 当学生离校后 学校依然会和家长保持联系 邀请应届离校生和他们的家长 一同参观普通中学 了解普通中学的课程和要求 另外 会邀请离校生的家长 参与家长讲座和分享会 群育学校会定时联络和跟进 包括普通学校 检视离校生的进展和它的辅导方案 并按需要安排个案会议 另外 离校生方面 群育学校会了解离校生的适应情况 并且提供适切的辅导 群育学校与普通学校举行交流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